那我们这个analytics是比较倾向于商科啊 如果你有商科会计管理或者是marketing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话 他是可以申请用1.5年来完成这个两年制的这个学科的 那目前就是很多培养的一些skill吧 包括一些大数据分析啊处理等等 或者是能够给你一些资源让你有这种real data来进行分析和学习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那么最后呢每个学生会有机会参与到一些和industry相关的一些研究专案里面 project里面并且获得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能